本土疫情八月出現反轉 十四號新增兩萬零八百零二例 根據指揮中心統計 上週全國BA.5在社區佔比為百分之五 比部佔比約百分之十 指揮中心發言人莊仁祥表示 當BA.5變異株在社區佔比達三至五成 疫情才會明顯上升 而再過半個月就要開學了 疫情升溫引發家長憂心 對此莊仁祥承諾 編替幼兒疫苗八月底前一定會到貨 在開學前開打是目標 但身在第一線的兒童急診科 主任謝忠學發現 最近兒童急診明顯增加 除了新冠病例稍微增加 非新冠感染症也明顯增加 他認為國內防疫措施逐漸解封 過去兩年被阻絕的其他病毒感染 開始出現反撲跡象 一般感染逐漸回歸主流 兒童有機會開始接觸一般病毒 訓練免疫系統並非壞事 不過專家提醒未來邊境持久 完全解封 疫苗保護力隨時間逐步下降 無法避免跟日本韓國一樣 這次爆發的處境 病毒演化跟人類共存的過程裡面 會朝向更溫和的方向去走 共存的時代 就是把這些防疫三保的習慣做好 疫情肆虐多年 大家也都習慣戴口罩生活 專家強調 即使新冠疫情回溫難避免 只要維持基本的防疫NPI 已久能正常生活 記者 余扇行 陳嘉倫 台北採訪報導 系統裡面全天候現在都是使用 旺旺水神抗菌液 它的成分是微酸性電解磁磷酸水 跟病毒細菌作用之後 會還原成水 不會殘留 而且沒有污染 兒童孕婦都是很適用的 哪裡可以買到水神生成精呢 就是上我們的快點GO